酱燒漢堡牌 這個醬汁呢 用黑豆商的粗朵冬菇 它帶出來的風味相當的鮮美 大朋友小朋友都喜歡的那種口味 歡迎收看跟我一起這樣煮 今天要來教大家 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都很喜歡 酱燒漢堡牌 哇塞 做法其實網路上應該有很多種 但我就是推薦我自己蠻喜歡的一個做法 前面會有幾個關鍵點 我們必須一定要去做 洋蔥一定要把它經過炒香 搭配一點點的油 去讓它形成一點梅納反應 就是有點焦化的反應 自然的它的一個辛香味 就會轉化成甜分 大家很明顯可以感受到有熱度的時候 我們現在轉小火 可以下一點點鹽巴 一點點就好 然後我們幫助它增加一點摩擦力 可以快速的軟化 這邊我們就先把洋蔥的部分先盛起來 再來呢 另一個關鍵點就是 我們會準備這個麵包粉 抓附所有的肉類 更增加它的一個黏著度 跟牛奶混合在一起 日本很多家庭的做法呢 加牛奶這一招就是 也蠻常見的 好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碗裡面的這個麵包粉 看它已經吸附了所有的牛奶了 它可以保留我們的這個肉汁的水分 那也可以讓我們的漢堡牌呢 更加的蓬鬆 口感會更加的Q彈 好啦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可以請小朋友上場了 欸 說真的很適合這個小朋友來做 一個捏跟抓的動作 開啟一些手部的一些刺激啊 一些觸覺的發展 這個不錯 至少也要兩歲 一歲開始之前 他們都四處的發揮 無法想像 對 牛絞肉跟豬的絞肉 直接買豬絞肉回來做 可不可以 可以齁 基於殼包的身體 我相信大家 殼包應該不會那麼淺 到了 那一樣的我們先把絞肉混勻之後呢 麵包粉進來 炒過的洋蔥碎進來 再補一顆雞蛋 也是增加它的捏濁度 胡椒粉 然後一點點的黑胡椒 下鹽巴 鹹度呢 會帶出食材的甜度 做一個打漿混勻的一個動作 那我們稍微看到呢 有一點這個 這個肉漿的一個 筋性出來 我們就可以開始來塑形 那你說要不要 進行摔打的動作 如果你教給小朋友來做 基本上不用交代 你也不用跟他講 他就摔了 寶貝 你做得好好喔 我都沒有教你 那這邊呢 其實我們就是 捏成這個 肉球狀 然後我們製作完這個漢堡牌呢 所有的爸爸媽媽呢 都跟小朋友 也增進了一段感情了啦 那我想牆壁呢 也增添了不少色彩 是 那前面呢 我們先上一點點的油進去 就把它放進來 稍微給它壓一下 我們可以在中間呢 給它壓一個凹槽 因為它畢竟經過熱脹冷縮 會讓它形成有一個空間 那縮回來的時候會比較均勻 等火力上來的時候 我們就是轉小火 慢慢的給它煎 本身我們這個漢堡肉排呢 它還是有厚度 用小火慢慢的去煎 比較不會去影響到 它等一下出來的一個顏色 那可以推動的同時呢 我們就可以來做一個翻面的動作 大概是落在六七分熟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來準備來做我們的醬汁的部分 好 那接下來我加進去的是這個 泡發的香菇跟香菇水 那我們這邊呢 用的是 黑豆商的這個 粗朵冬菇喔 風味很好 煮湯 或者是炒菜 或者是紅燒 煮醬汁 它帶出來的風味 相當的鮮美 那它整個摘種的過程呢 就是 無污染的一個自然摘種 不添加這個農藥喔 這個肉身呢 是相當的厚實 慢火烘乾 而且可以直接吃 因為你在自然咀嚼的過程當中 你可以去感受到這個香菇 它本身的一個甜分 醬汁呢 開始濃縮在煮的時候呢 我們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加入 黑豆商的厚黑金醬油 是運用這個 黑豆跟這個味噌 下去釀造 我們一般呢 釀造醬油的時候 會使用小麥 但它很不一樣的是 它裡面用的是高粱 它的風味呢 是相當乾脆很濃厚的 醬油進來的時候呢 我們會灑上一點米酒 味醂 灵 灑一點糖進來 黑胡椒 那基本上我們在做這個 醬燒漢堡排的時候呢 你也不要讓它的這個肉質過手 就可以把它盛起來 這邊我們就把它疊起來就可以了 照剛剛我們這樣的一個處理方式啊 你可以看到裡面的肉汁呢 是相當的飽滿的喔 那我們沾一點這個醬汁喔 這個醬汁呢 它的味道就是很明顯 鹹鹹甜甜 大朋友小朋友都喜歡的那種口味 不會很死鹹 裡頭的這個香菇 帶出來的風味呢 又可以讓漢堡排呢 吃起來的那個風味呢 更明顯 而且更凸顯 肉汁它的一個甜分 我們的醬燒漢堡排 希望你會喜歡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掰掰